事情发生在97年岁末的古城西安 丰河派出所的老张赴陕西办案 途中由于司机夜间疲劳驾驶 独身翻车 数人死亡 几十人受伤 老张因为忙着抢救米克 最终也因为失血过多 晕倒 等他从医院中醒来的时候 发现随身携带的皮包有失了 皮包里面只有一百多块钱一双袜子 两包低胆香烟 显然丢了这个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却有死引起了一场长达四个多月的大追捕 动用了上半警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包里面还有民警老张所佩戴的一把 六四式手枪 凸手枪的是宁夏来西安打工的回民穷小子 他叫马小银 他除了平时在工地做一些小工以外 还靠小头小摸为生 不然他活不下去 这个小子本来并不知道包里有枪 只是认为里面有几个钱而已 他混进医院里装作台商员 将这个包给偷走了 发现里面有枪以后 如果马小银只是将钱和香烟拿走 他将手枪随便的丢掉 也不会有将来那么多的事情 自己也不会做这么长时间的牢 但是这小子才迷心窍 认为枪也能卖几个钱 将这个六四式手枪和五发子弹就给顺走了 偷枪以后 没有几天 马小银深夜偷东西的时候 由于没有注意 掉进了没有盖子的马葫芦当中 把腿给摔断了 马是穷孩子一个 不但没有钱看病 甚至是没有钱吃饭 马小银就跟朋友辫子说 自己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只好考虑马上把枪给卖了 他通过自己的哥哥马天明 马天明是一个吸毒人员 马天明负责给他联系 约好了一个叫做董立的家伙来砍枪 马小银害怕董立不可靠 找到自己的朋友马天明 外号辫子 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壮胆 于是一场买枪的紧张讨价还价开始了 董立很快就来到了工地 是一个貌不惊人 身材瘦弱 衣着破烂 涂里涂气的农民 其实人不可貌相 他是一个已经背负四条人命的杀人逃犯 董立想要购买这把枪 先仔细的看了一看 确定枪没有问题 然后开口 这枪我要了 多少钱 马小银子含糊的说 两千 董立吃惊的说 你卖大炮呢 太贵了 哥 这可不贵 我这是一千二从南边带回来的 你看还有路费 火车站还查得紧 我托人才带出来的 我要是不着急 用钱 我可就不卖了 董立 眉毛都没有台 五百 马小银赶忙回家 那 您看 您给一千八 董立则斩钉截铁的说 五百 多一分也没有 其实通过后来的情节看 董立身上 只有这些钱 他也因为老板长期不发工资 自己快要无法生活 后来要钱的时候 董立因为一句话没有说好 也被老板给打得满脸失险 马小银则恳求的口气说 哥 这太少了 您能不能给添点 不能 马小银和马天明通过眼神交流 马小银觉得太便宜了 还在犹豫 董立则点名了说 我说 你还考虑过啥呢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我不要 也没人敢要 马小银则考虑了半天 咬牙喊道 行 给这是五百 稍微的一犹豫 董立又说 我呢 再给你二十 你俩去吃个泡沫 董立认为 有枪能做大案 所以才不顾一切的 搞这把枪 但是他不知道 所有的射枪案件 都是重大案件 一般都是专案对待的 很多流窜江湖的杀人犯 不用枪 他们认为 枪是丧门星 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事实上 如果不是董立买了这把民警所丢失的枪 市局八处 也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对待 枪可以弹道检测 很容易将几个案件串联起来 可以提供很多线索 是相对比较容易破案的 一群衣衫不整 棚头垢面的民工来到了一家建筑公司里 来讨要拖建多时的薪水 走在最前面的是能说会道的石永会 外号石头 衣衫破烂的董立也混在了民工里面 老板不慌不忙的走了出来 身边还有两个五大三粗 面目凶狠的家伙 一看就是打手 老板则毫不客气的说 干什么 你们进来干什么 一个民工恳求的说 老板 两个多月都没给钱了 不要说我家里人 就是我自己一天抽烟喝茶 这这 那买个邮票啥的都要用钱 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另一个民工则说 我老婆生病了 病没看好 就被人家给赶出来了 我交不起住院费呀 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的民工 则激愤的说 你老婆好歹还能看个病 我儿子生了病 连挂号的钱都没有 咋办呢 老板则毫无羞愧 大言不惭的说 你看看你们说的 我又不是他妈摇签树 公司现在业务多 资金周转不过来 啥时候过来了再给你们发 现在你们都先回去吧 民工几乎齐声的说 那不行 老板说 等有钱了 我他娘的也不会赖你们的账吧 一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民工说 老板 不是说你赖账 大家实在是没法生火了 精明的石头 总结的说 老板 这么多人 上有老下有小的 还等着你那点活命钱呢 老板像赶乞丐一样 不耐烦的说 你们先回去 等有了钱再来 听到这里 本来在人群中 一语不发的懂力 忍无可忍 拨开人群 老板 你把那天 你耍小姐的钱 给大家匀一点 不就够了吗 显然这个老板 不是没有钱 是存心拖欠工资 不愿意给 他有钱找小姐 没有钱发工资 没想到 就因为这一句话 懂力就挨打 老板身边有两个打手 用力的将香烟 扔在了地上骂道 你他妈说啥 随后两个人上来就打 民工一箭打人 除了石头以外 全都逃走了 这也就是中国民工的特点 从来都是怕硬的 懂力呢 身体比较瘦弱 估计当时枪又不在身上 被两个高大的打手 一顿拳脚 打的倒在了地上 满脸都是血 石头还是挺讲义气的 冲上去劝架 还用身体护着懂力 老板 别打了 别打了 钱我们先不要了 不要了 打手则骂道 快他妈滚 不然连你一块打了 石头架着满脸是血的 懂力逃出了门外 稍后石头不满的对他说 你绝对不聪明 人家都跑了 你说那些话干啥呀 硬撑什么呀 你没看他后面那两个人 是干嘛的 人家耍不耍小姐 管咱们什么事 傻瓜 看来这懂力也没有什么技能 逃亡江湖期间都是靠做建筑民工卫生 虽然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也和普通民工一样被拖欠薪水 还被老板给殴打 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民工的一些生活现状 懂力其实是陕西省静阳县人 他自幼父母双亡 没人管也没人问 为了不被欺负练了一点武功 但是不高明 他之所以流窜江湖 原因也并不复杂 他没有文化和所有的农民一样 以出苦力为生 17岁的时候 董力作为民工 从村子里面的农民跟着老板去山西修了水库 这也是重体力活 没想到董力刚到山西水土不服 浑身起了红点 发高烧 卧床不起 不能干活 老板见状嫌他白吃饭 又怕他死在工地上 把他赶走 董力那个时候身无分文 又有重病 根本无法从山西回到老家 如果将他赶出工地 几乎等于死路一条 所以他哀求老板 请他们不要让他走 等他将来病好了 还用工钱还他的饭钱 可是这个老板冷血的很 就是不同意 随后老板和他弟弟两个人 脱走重病的董力 用卡车扔到了山西的黄河边 让他自己回去 当时董力对老板兄弟是恨之入骨 就动了杀心 可以说换成其他人 在面临这个情况 也很有可能会想杀人 他找了一个机会 先将在河边闲聊 毫无警惕的老板的弟弟 一脚给踢下了黄河 淹死了 对话中 其他人问董力 你为什么要先踢他的弟弟呢 董力说 他弟弟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身体壮得很 我呢怕弄不过他 我把他弟弟给踢下去以后 那个老板吓得跪在地上求饶 将手上那么大的金戒指 还有金手链送给我 求我饶他的命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几步就撵了上去 一把给他掐死 然后把他也扔到了黄河里 董力还说 一年以后 我回去看了一下 水库也修建好了 民工也走了 这是我杀人以后 唯一去看过的一次 自然董力杀人是过分 也是违法的 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这个老板 不管生病民工的死活 不给他治病 不让他留下 不让他干活 还将身无分文的董力 丢在了黄河的渡口 这不就是让他死路一条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窝囊的人可能就这样死了 但少数有血性的人 说不定就会玩命 那个老板戴着那么大的金戒指 金手链 开着私家车 肯定是个妇人 其实自己有钱 为什么要不给人留下一点活路呢 后来警方找到 西安给董力介绍工作的 一个职业介绍所的老板陈青 陈青就因为在董力刚到西安的时候 不但出钱给他治病 还帮他找了工作 董力一直非常感激他 经常给他送钱送物 说明董力至少不算是穷穷极恶的人 如果老板稍微讲点人性 这件惨剧也不会发生 不给别人留活路 自己也没有活路 这样一来董力杀了两个人 而且警察毫不费力的就知道是他干的 所以他的普通老百姓日子就结束了 之后在江湖上流窜了十多年 这里也看出当时民工的很多问题 民工得了病 没有医保 没人管 自生自灭 民工有了劳动纠纷 根本没人保护 完全听老板的安排 总之 民工的命不值钱 杀人后的董力在中国各地流窜 仍然以民工为生 但有些时候也作案 作案的原因也并不是试杀 主要还是经济问题 董力因为杀了人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不能长时间留在一个地方 不能长时间做一个工作 所以他是需要钱的 如果没有钱 他就生活不下去 只能通过作案来搞钱 一次有一个天津的老板 顾他去杀死自己的仇人 说好了事后 给他两万块钱 董力爬到他五楼这个仇人家 用塑料袋将这个人给勒死 没想到杀了人以后 这个老板吓得立即逃跑了 钱也没给 董力无奈 只好也跑了 流窜了几年以后 他听说这个老板在河南一个地方躲着 董力为了讨要这两万块钱 违反了自己的原则 也就是永远不走回头路 不联系曾经认识的人 跑到了河南 结果警方早就布控 董力刚找到老板 就被警察给抓住 压解回了天津 三条人命 董力自然是死路一条 路上董力冒死从火车上 带着手铐跳车 结果摔成了重伤 断了四根肋骨 但是他居然忍着剧痛跑了 捡了一条命 可见当时的社会还是很乱的 买凶杀人的事情并不稀奇 因为江湖上很多杀人犯流窜 这些人横竖都是死 往往是以杀人为生 只要有人肯出钱 他们就会去杀人 后来他又流窜到了广东 因为身无分文 用一把自制手枪杀死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抢劫 杀了人以后 他居然没有跑 而是就在旁边一个酒店里住下 喝光了一瓶酒 睡了一觉 醒来以后 他默然的看着警察忙碌的验尸 侦查现场 可见 董立这个人胆子是很大 他的确是一个亡命徒 这样董立此时已经背负了四条人命 董立别无技能 文化程度又低 只能做民工为生 民工生活本来就差 加上老板经常拖欠工资 几乎活不下去 就这样 董立决定反正也是死 还不如干脆不做民工 放手做大案子 成为职业罪犯 但是他身体瘦弱 又是单身一个人 如果用冷兵器做案 比如说匕首什么的 根本就不可能 他一个人手持匕首 恐怕连拦路抢劫也不可能 一旦遭遇一两个比较强壮的人 说不定就会被人给捉住 像是董立这种人 一旦被捉住 等待他的就是立即枪毙 于是董立在朋友的介绍下 买了马小银偷来的六四式手枪 准备做大案子 董立见他挨打的时候 只有石头一个人来帮忙 比较讲义气 有心想要拉他入伙 于是董立谎称请石头看戏 实际上是想杀人立威 拉他入伙 结果倒霉的出租车司机 冯士伦的车被他们给拦下了 冯士伦是某机关治安科的科长 后来下岗以后 自己买了一辆车来跑出租 这个人和很多西安人一样 好吹牛 脾气暴躁 经常和乘客吵架 还打过两个三培小姐 此时他和董立石头聊天 讽刺他们是民工 石头不太高兴 董立却没有说什么 石头说 师父 您的生意怎么样啊 不行 现在都下岗了 坐车的越来越少 你给你老板开车 这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什么老板 车是我的 司机生命了 我开几天 哎 你们俩是干啥的 石头犹豫了一下 做生意的 看不出啊 你们还是做生意的 那 你看我们像是打工的 就是打工的 没想到 车子后来开到了太白建材市场以后 董立下车 二话不说 拉开车门 掏出六四十手枪就打 冯士伦毫无准备 被一枪击毙 石头当时也被吓傻了 正巧旁边 一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 在附近小便 看到董立开枪杀人 慌忙逃走 却留下了目击证 所以人算不如 计划的再严密 外的情况 由于是突发事件 这个司机非常紧张 逃跑 所以寄的东西非常有限 不能给破案起到直接的帮助 不过 这多少是一个线索 这一枪响起 121枪案就此开始 石头被董立给镇住 立即做了董立的小弟 石头也是陕西的一个农民 靠做民工为生 生活艰难 一度连饭也吃不上 他非常精明 所以后来团伙的所有作案 都是由石头计划执行 所以最后他也被枪毙了 虽然他没有杀人 搞笑的是 石头身边一个朋友 西安市的一个锅楼公孙旭 他的真名叫做黄鑫 也想加入团伙 孙旭和董立 石头不同 他是西安市的市民的底层 是一个城市人 之前他曾经做过保安 因为发不下工资而不干 随后在一个钢厂的烧锅炉 在西安烧锅炉是重铁力活 而且很脏 一般年轻人都不愿意干 但是孙旭为了生活 他只得干 孙旭是个西安人中的一类 好吹牛 装大胆 瞧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 实际胆子小 也没有什么大本事 孙旭此人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好色 他利用各种交友节目 骗了好几个女人 有的女人甚至还怀了孕 可见有很多女孩 这么容易被骗 其中一个一直到怀孕 连孙旭真实的身份都不知道 后来家具厂的那个女人和孙旭同居多日 连孙旭真名都不知道 天下就有这么傻的人 孙旭因为自知是烧锅炉的没有前途 一直也想铤而走险 想干一些大案 好好的想了一把 哪怕是死了也值 于是在石头的介绍之下 孙旭自爆家门呢 想要加入这个团伙 董立并不知道这回事 出于谨慎的个性 他绝对不会接受不了解底细的人 董立说 谁来了 一个伙计 石头 你赶快让他走 董哥 他很佩服你 他想见你 你让他赶快走 我对他不了解 没想到此时孙旭已经自己走了进来 董立当时还在擦枪 六四式手枪被孙旭给看见 石头大惊 孙旭却说 董哥 石头跟我介绍过你 你不但能干 胆子也大 兄弟一心想要跟这样的一个人 做点大事 所以今天就来拜访一下您 董立则非常不高兴 对石头说 石头 你嘴长得很吗 我不喜欢嘴长的人 你走吧 孙旭则铁了心的要坐楼了 接着说 董哥 兄弟跟你是想真真实实的做点大事 我明白 这进门容易出门难 兄弟既然进了这个门 就绝对不会走 董立这个时候犹豫了一下 显然做大案两个人是不行的 最少得三四个人 于是他说 那你先进来坐 董立对孙旭并没有什么好感 只是因为石头强力引荐 孙旭赖着不走 加上两个人的团伙做不了大案 才勉强同意 这也为这个团伙后来分裂而埋下了伏笔 随后又有一个杀人流窜犯杨树伟 和一个修自行车的曹昭焕 先后加入团伙 团伙瞬间变成了五个人 可见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混不下去 想要铤而走险 一旦有个机会 出现一个歹徒的头头 他是不缺一批喽啰的 孙旭加入团伙以后 董立又继续杀人立威 这一次他找了一个所谓的仇人 延安开卡车的司机张海潮 在十年以前 一次遇到了董立搭车 因为董立一分没有 张将他给扔在了路边 董立对张海潮是非常仇恨 此刻正好遇到了他 就谎成需要卡车运送水泥 骗了张海潮和他的一个卸车伙计 这根本就是一件小事 又发生在十年以前 张海潮早就忘了这回事 他也不记得董立这个人 三个人在郊区 有董立开枪 将两人给全部杀害 又将卡车给推下了山崖 不过这几个人呢 做事并不严谨 这一次不但被停车场 很多司机看到了他们样子 他们还在现场丢下了一张信纸 上面就是孙旭所在工厂的信纸 由此这把六四式手枪 已经连续杀了三个人 这样负责侦破的西安市刑警八处干警 感到了巨大压力 可是枪杀冯士伦 不过是董立立威 两人素不相识 既不劫财又不报复 所以案件没有线索无法侦破 八处顺藤摩瓜 好不容易才抓住了曾经扬言要报复 单位治安科科长冯士伦的小流氓赵雷 赵雷是一个设计工程师 不学好的儿子 但是却发现他在杀冯士伦的那天 正在温泉疗养院里偷东西 只好把他给排除了 随后他们又抓住了 因为被冯士伦殴打 而要报复他的搭车的三培小姐 随后找到了两个专门为人寻仇的黑社会家伙 还阻止了他们一起的入室抢劫案 可是这两个家伙虽然说涉嫌敲诈盗窃 当天却也在卡拉OK里看场子 没有时间作案 八处的警官又通过冯士伦生前的借条被盗 抓住了他的同事赵满阳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人偷到借条 仅仅是为了不还钱 没有杀人 冯士伦的线索由此就断了 没有办法 只好去检查枪和子弹 需要任何和枪有关的线索 因为不知道是谁偷的 他们先是抓住了一个手持六四式手枪 威胁九八领班的两个歹徒 老水和马三 没有想到抓住他们以后呢 发现他们从福建实施高价买来的枪 居然是假货 根本就没有撞针 稍后又抓住一个在桑拿房 掏钱下火按摩师的流氓 但他携带的仅仅是一把自制手枪 随后追查子弹 查到了一个黑社会的地痞 叫做曹亮 又查到了贩卖六四式手枪和子弹的枪贩子 一个七十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老潘 董立后来所使用的六四式子弹 可能就是在老潘这里买的 但是老潘因为年事已高 在监狱已经重度昏迷 随后死亡 加上他供述的买子弹的人戴着口罩 从开始到后来也没有说话 就根本无从查起 由此案件线索彻底中断 上面逼得紧 实在没有办法 八处的干警又从查小个子石头查起 因为也不知道他真名 所以很难查 警方先后抓住了几个人 包括一个在上海抢劫台商 拾着玩具枪的抢劫犯 一个用运动员射击手枪 来报复同事的武术教练 几个手持自制手枪抢劫的中学生 一个杀死三培小姐 并携带六四式子弹的贩族分子高天和 但最后都证明不是这些人干的 转而从孙旭入手开始查找 却只发现孙旭骗了很多女孩 而孙则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家庭情况甚至是真名 干警找到他的几个女朋友和买纯的一些小姐 却始终找不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孙旭 由此几乎所有线索全部中断 没有想到的是 这边董立他们也没有闲着 董立在孙旭和石头的煽动下决定抢劫银行 其因是孙旭和石头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正好遇到一个以前酒肉朋友马首春 马是一个吸毒贩毒的家伙 此刻就混入了一家储蓄所里做了保安 负责押送运款车 通过马 他们知道运款车里面有几十万 孙建议去抢 三人通过筹划 本来孙旭建议由他的朋友马从内部借应 但残忍的董立害怕马首春来暴露他们 决定连他一起也给杀死 石头对孙旭说 我们都准备好了 关键看你那个伙计 愿不愿意跟咱们一起干了 这个没问题 董立说 不要跟他说 连他一块都傻了 孙旭惊讶的说 他 加上储蓄员 加上司机 撒人 一共杀了 这多不多 董立则冷冷的说 多个傻 一个两个不算傻 五个六个没有傻 十个八个才开花 连着杀他一百个 创个世界纪录 那才好 结果这次抢劫却失败了 因为八处干警 通过侧面调查发现 孙旭 跟一个银行保安 在一起玩 认为他们很有可能 去抢劫银行 所以下令全市银行机构 加大警戒力度 三个家伙准备下手 抢劫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几个派出所的民警 来储蓄所巡逻 董立他们当时还不敢和警察正面冲突 毕竟只有一把手枪 所以立即放弃抢劫逃走了 这样一来 警方通过抓住马守春 彻底锁定了孙旭 也知道了石头是团伙的成员 这离破案就近了很多 但是这离抓住他们还远着呢 由于几次都没有抢到钱 这几个人几乎没有钱吃饭 只得继续抓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 孙旭的新女朋友的老板 一个家居城的老板 郭筹 石头他们计划 抢劫家居城的营业款 一天也有十几万 遇到好的时候会有几十万 由于家居城有七八克男职工 石头认为 光靠他们三个人背一把枪 对付不了这么多人 建议放弃不干 流窜多年的董立 认为这没有问题 随后找来一个以前的同伙 杨树伟 他的真名叫做汪强 杨树伟也是一个 俯案在逃的杀人犯 这丝比董立还要凶残 他在农村和一个妇女 有不正当关系 妇女丈夫非常气愤 扬言要收拾杨树伟 没想到残忍的杨树伟 居然掀下手为强 手持砍刀将这个男人给砍死 甚至将他的头给砍下 随后他发现这个男人的孩子在哭 毫无人性的将小孩举起来给摔死 所以说有些女人作风不正派 不但害了自己 也害了家人 甚至是孩子 随后呢 杨树伟浮案在逃 由于会一点加工手艺 在各个乡镇 以加工农机件为生 过得也不怎么样 此次董立找到杨树伟 杨树伟带着一把自制手枪入伙 其实自制手枪也没有什么难度 一般加工农机件的工具足可以造枪 这把自制手枪外表粗糙 但是威力很大 一枪就把水泥地面打出个洞 四个家伙最后决定不抢劫家具城 而是转而闯入家具城老板的家里 董立作案从来不留活口 一定要把受害者打死 这主要是彻底消灭证据 于是这伙人进屋以后几秒钟 就由董立开枪将老板给杀死 而手持自制手枪的孙旭 平时吹牛吹的厉害 遇到真格的时候却怕了 他全身发抖 不敢对老板的老婆开枪 凶残的杨树伟二话不说 抢过了手枪 一枪将这个女人给打死 随后几个狡猾的案犯 席卷了现场的现款几万元 潜逃了 为了转移视线 他们将自制手枪扔在了现场 又死了两个人 八处的干警压力巨大 毫无线索之下 只得追查这把自制手枪 但案犯既然有心留下这把手枪 自然不可能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干警查了很久 只抓住了一些自制手枪的案犯 却始终没有摸牌到董立这伙人 虽然说警方进展不大 好在此时董立团伙内部 却出现了问题 董立是一个农民 孙旭是城里人 两人本来就有隔阂 孙旭从骨子里也瞧不起董立这伙农民 经常说一些让董立听着不舒服的话 加上之前孙旭说大话吹牛 却没有胆子 又因为好色在外面到处惹祸 很容易被警方给盯上 残忍的董立决定干掉没有用的孙旭 来杀人灭口 而经常被孙旭讥笑的杨树伟也早的看他不顺眼 立即同意了 这两个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看来孙旭是难逃一死了 好在石头还是讲义气的 他偷偷到夜总会里找到了孙旭 让他赶快逃走 孙旭文言则气得要命 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 就落了这个下场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说我咋了 要收拾我 不行 我得去找他们去说理去 石头子赶忙说 哎呀你这样去 还不是送到人家手里吗 啊 现在他身边有了人了 连我他都不相信了 反正我们待在那里都比较危险 迟早要出事 要不你先去找个地方 然后我去找你 怎么样 孙旭则苦笑着 你们这帮人 农民意识也太强了 前两天我还跟他们说 我们应该到大城市去呢 石头则说 大城市 到了大城市 我们也是个农民 连三培都不爱搭理我们 随后孙旭逃到北京 董立带着石头杨树伟追到火车站 却没有抓到人 由此董立知道石头是告密的 对石头也开始不信任 这边警察还在继续追查 试图找出线索 他们抓住了一个持枪在外居住的人 结果发现居然是武警 后来又追查一个在上海 持六四十手枪作案的歹徒 袁树华 却发现这又是另外一起杀人案 袁树华是一个盗窃惯犯 从武警招待所盗窃手枪以后 曾经打死作人 已经流窜了十多年 没有头绪 这边董立他们又做了新的案子 这次在杨树伟朋友 一个修自行车的甘肃人 曹昭焕的帮助之下 他们决定绑架曹昭焕 媳妇所在的服装厂 工厂的老板张二毛 张二毛和他哥哥两个人 都是做假名牌服装的 通过买通官员赚了大笔的钱 因为之前作案 都没有搞到什么钱 杀死郭朝夫妻之后 才抢到了几万元 董立决定这次绑架 多搞点钱 本来董立决定 在张二毛的二奶家来绑架他 却因为他狡猾的觉得 曹昭焕胆子小 怕不可靠 而临时改变计划 在路上拦截车辆绑架 这样一来计划就不周密了 也没有严密的踩点 被绑架的张二毛也很厉害 他被枪抵着头的同时 还在大声的叫救命 随后他们三个人开车 又突然遇到了警察设置的临时检查站 张二毛拼死的 踢开了车门呼救 警察立即赶来 董立一枪拖打回了张二毛 随即丢弃车子 逃走 绑架也随之失败 在连续几个案件失败以后 董立认为在西安堕安太多 要离开这里 去其他地方进行流窜 但是董立认为 现在有个致命的线索在咬着他 卖枪的马小银知道他是买枪人 一旦马小银被捕 他就很难逃掉 董立认为必须要杀掉马小银来灭口 然后再逃亡 结果他满世界的寻找马小银 却被机灵的马给先发现了 还跟踪他 知道了董立的新住处 警方这边也通过偶然事件 知道刀枪的可能是马小银 却不知道他在哪里 警察们赶到了马在宁夏的家 和一个班的武警 进行了一场像鬼子扫荡一样的围捕 包围了村子 却没有找到一筹没掌 没想到最后却意外的峰回路转了 一次调查失败以后非常郁闷 压力其大的刘刚等三个干警 遇到了之前的小流氓赵磊 赵磊由于顽固不化 不听父母长辈的教育 屡次闯祸闹事 被家人赶出家门 靠给人家洗碗为生 由于没有钱 他在冬天还穿着淡衣 50岁的刘刚知道 赵磊只是小头小梦的小流氓 没有什么大的劣迹 加上他也是为人父母的 就给了赵100元钱 让他买些衣服 这一下就感动了赵磊 他将在江湖上听到的消息 告诉了刘刚 警方立即出动 最终抓住了马小银的哥哥 尹君子马天明 因为马小银跟踪过董立 马天明交代了董立的地址 干警立即行动 一举抓获了留在这里的石头 当时石头已经和董立 他们闹翻 三人分岛扬镳 石头因为没有钱 只好暂时住在这里 这里的房子 已经交了几个月的房租 结果被警察一下给抓住了 石头被抓住 离抓住其他人也就不远了 通过石头的供述 干警们又找到了 逃往北京做电工的孙旭 随后修自行车的曹昭焕也被抓住 他交代的线索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董立他们此刻身无分文 只好流窜到武汉的一个亲戚夏维民家里 干警们迅速出击 在夏维民家里并不雪任 抓住了董立和杨树伟 由此 枪案破获 但是这把枪已经连续杀了五个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